第三呢 他说墨学有一个看法 婚 结婚的婚 婚字 本字没有男女结婚的思想 而是说明男人要娶婚的女人 才能安定幸福 那不婚的女人太刚强了 再有矛盾 打架 离婚 一位女强人婚姻多数不美满 不幸福 请问这样对吗 这个解释 要一说文解词 古时候 这个造字 它有用意 所以中国的文字 是一个智慧的符号 让你看到这个符号 提高解决性 不是叫你结婚一定要娶个婚头婚脑的女人 谁愿意干得聪明的女人 时时时刻刻刻提前不迷 不迷 不迷念语 这个男女之爱 这就对了 所以要晓得 这个婚姻呢 是人伦的 大死 不是小死 不是小死 古时候 对结婚的时候 非常慎重 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了 这是一个生命的沉船 宗族的沉船 用意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能够 错会的意思 你这个解释 是你的看法 你这个看法 我想 这个能接受的人不多 好 好